大家一起來解掛 大誠志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我是馬千惠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雪凌佳緣 韓國瑜拼市政 而且又在過年前 所以更是忙翻天 那麼他今天套早就出門上工 其天沒亮 他就出現在漁港了 後來來到了蔡吉亞 要發紅包 拜早年 而我們很好奇 就說綠媒今天不去算了 算他幾點出門上班 但是還有辦法再算 算什麼 有人在嗆聲 當然也有人支持的 但他們著重在嗆聲的這一塊 對 嗆聲而且還要捧前朝 來看看是前高雄市府的官員 跳出來捧菊姐 陳菊 說12年市長任內 每天8點準時開會 所以這個網友也很壞 就說後來就要回家午睡嗎 因為你說有稅局的封號 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比誰早上班 其實真的很無聊 你重要的時刻像是氣爆 像是颱風 如果你都不在的話 這個才比較嚴重吧 還有另外 作家庫林繼續黑函 他算給大家聽 他說要花8000萬來罷函 實在太划算了 因為他的算法是 韓國瑜上任一年來負債400億 那麼如果做滿4年負債1600億 所以一次罷函就可以省下1200億 當然立刻被市府打臉 而且準備提告 是 尤其我們都說選舉選完了 接下來就要來進行什麼 過年了嗎 應該和樂融融 沒想到現在還有人在操作政治 包括了罷函的東西 我們知道過年的時候 還要啟動罷函 大年初五 要來擺攤 要叫大家來連署 好像還在進行政治的對立 剛剛也特別提到說韓國瑜 你比什麼幾點上班 這有意義嗎 政治人物要怎麼樣 怎麼讓人民過好日子好生活 還有包括你看這個市長 有沒有效率 有沒有好的績效 而不是說你幾點幾分上班等等 剛剛也特別講說 城局什麼8點上班 很認真 不過我們待會有一些 被網友哭手的 氣爆的問題 距離關底只住200公尺而已 三個小時才到 甚至還有中午在睡覺的 颱風來了 在睡覺 那這跟你幾點上班有沒有意義呢 重點是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對 比較重要 好 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鄭梅田 謝韓彬 鄭森好 大家好 鄭梅田 鄭師誠 各位觀眾朋友 我安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大家午安 國民黨文成會副主委黃子哲 主委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台灣市議員黃敬平 大家平安 剛剛市長韓國瑜在今天 他說他四點半就起床了 是 五點十分的行程 對 就出現在漁港 六點多的時候到了蔡吉亞 這次都沒有酸他說 怎麼比較早到 怎麼那麼早到 比平常上班的時候早 酸其他的 沒錯 但是韓國瑜說沒關係 他現在就是要專心 全心 全力的拚市政 而且韓式幽默又回來了 一起來聽聽 這真的是韓國瑜 還是幽默又回來了 大家喜歡看他這樣 而且拚市政 我們看看 他今天早上真的滿早 天還沒亮 沒想到就有綠媒開始說 市場遭嗆滾出高雄 今天行程真的滿滿的 包括了5點10分 魚市場 6點10分 果菜市場 7點10分的時候 高雄的果菜市場 有民眾支持 當然也有一些人 是在黑他的 在罵他的 當然來看到 有一些媒體或粉專 天天盯他上班的時間 而有說8點半 8點50級 每一天都遲到 你這個這麼早到的 你怎麼不講了 就說他被嗆滾出高雄 另外還有其他的官員也在嗆 包括了前高雄市的 國際處處長就說 你要學學花媽 8點鐘就到市政府了 是指標 是方向 是安定人心 但是就被提到了 我們剛才講很多 凡那比颱風 市區淹水 陳菊在睡覺 明哥 我覺得去計較這種時間 根本本本就是很沒意義的東西 是無聊的人 才會去計較這種事情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 我再講一次 我覺得那個媒體記者滿無辜的 他長官每天叫大家這麼無聊 在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滿倒楣 流水假 如果我長官叫我去做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你真是把我當什麼 但是不管怎麼樣 人家就是這樣做 韓國瑜今天一早起來去視察 我覺得OK的 很好 但是我覺得 也不必刻意去做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不管你做什麼 一定都有人會支持你 同樣也有人會黑你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再怎麼找到 再怎麼去做這些東西 該酸的人還是一定會酸 所以不用去管這些人 你就平常心 做你該做的事情就好 我覺得這才是最正確的 也就是你也不用刻意加班 也不用刻意早起 我覺得都不需要 做該做的事情 而且我一直說 我很討厭那種假掰的長官 故意比如說 明明本來規定是8點半到辦公室 那個長官就故意說 7點鐘我們就要集合 甚至6點就要怎麼樣 我很討厭這樣的長官 因為我覺得這種長官 根本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完全的作秀 然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 在別人的痛苦身上 其實柯文哲就是這樣的人 對啊 沒事 人家明明有規定的上下班時間 你為什麼一定要要求人家 故意要去加班 甚至故意要提早到 我覺得這都沒意義了 時間拉得長 並不代表工作會做得好 這根本是兩回事 重點是 該做事的人時間要做事 該休息的時間就要休息 我覺得這才是最正確 像這個陳琴華 硬要去跳出來講說 陳菊以前8點就到 陳菊以前8點就到是怎樣 他就算每天5點到是怎樣 市政有做得很好嗎 對啊 重點是在這裡 重點是市政有沒有做好 請教一下 你每天8點到 為什麼還要欠那麼多錢 請教我一下 告訴我這個錢 到底怎麼欠出來 所以這跟你急點到 一點關係都沒有 重點是你為高雄市民 做了什麼事情 重點是在關鍵的時刻 你在不在 結果你平常每天8點到 結果關鍵的時刻 颱風的時候你在家睡覺 真的 你平常每天8點到的意義何在 所以我覺得都不要去 去搞這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現在也不用去檢討陳菊 因為陳菊已經是過去式的 可是他又被端出來捧了 對不對 還是說他是指標是方向 是安定人心的 陳琼華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個豬隊友 他每次出來都被人家打臉 然後他一直要出來 我也不知道這個臉腫成 怎麼樣我也不曉得 因為很久沒看到他 搞不好 搞不好臉已經走了 跟豬頭一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不知道這種人 他以為他在拍他 前長官的馬屁 但是誰都知道 你就是個豬隊友 你們哪壺不開啟哪壺 不就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講 陳菊華你真的是夠了 想當官不要當得這麼噁心 你這樣拚命拍馬屁 也不會讓你人格變比較高尚 所以我說真的 讓一切回歸市政 韓國瑜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做錯了該批評 當然要批評他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大家都不要去爭議那麼多 至於罷免一樣的 平常性看待 如果高雄人真的不喜歡韓國瑜 那就不要韓國瑜 高雄人如果還是希望韓國瑜 現在繼續做 就讓他繼續做 就這麼簡單 大家都不用去想太多 真的不是說 比你上班時間早不早來 而是關鍵時刻 重要時刻你在不在 剛剛其實兩位都已經提到了 你說陳菊每天早上8點上班 又怎麼樣對不對 每次像是氣爆 風災 這個時候他都很晚來 2010年繁納比颱風 失去淹大水 陳菊被查到在家裡睡覺 那麼2014年高雄氣爆 夠嚴重了 陳菊請按摩師到關底按摩 如果你每天早上那麼準時 8點就坐在辦公室坐鎮 那麼辛苦的拚試鎮的話 為什麼高雄市府 還會欠一屁股債 負債3000億 這又怎麼說 所以你早不早來多早上班 這都不是重點 師誠 當初為什麼會有5000個天坑 你既然這麼準時的話 然後當初為什麼地下下雨道 3公尺堆到2公尺高 然後每次都造成淹水 請問一下 這在幹嘛 你知道嗎 一個民選的首長 上班時間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你要做出成績來 結果陳菊留下的成績 就是負債3000億 就這麼簡單 你知道嗎 黑罕兩種方式 一種是罵現任的 一種叫捧前任的 現在兩種都在做 捧前任 陳菊做得多好多好 每天多麼準時來 怎麼樣 你看你韓國瑜 你知道嗎 今天這麼準時 還是有那些人在哭手 這麼早 是不是昨天打麻將打 一宿沒睡 乾脆直接出來 是不是昨天喝一整天 喝一整天喝一整天喝一整天 就直接出來 一定這樣子 難道這些本來黑 還能改成誇獎嗎 不會 你早出來晚出來 他都用那種比較黑的方式 來諷刺你 我認為現在韓國瑜 就照他的步調去走 剛剛韓兵講得沒有錯 如果你不照你的步調走的話 到時候你怎麼做 人家都會講你 剛剛韓兵說要做該做的事 對 有些媒體在做他該做的事 就繼續黑他 我就繼續盯你 幾點 每天幾點做流水帳 一個記者每天盯 一個市政首長的出門時間 然後做流水帳 這是很可笑的事情你知道嗎 請問一下你8點半 7點 7點半 請問有什麼意義 對他來說有意義 現在又要罷寒了 他說你看30天裡面 你什麼時候晚出門 什麼時候早出門 你看你還是沒有改成習慣 然後你每天都準時出門對不對 為了不被罷寒 你看就假裝每天都準時上班 你看這種人 我怎麼樣都可以黑你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按照自己的步調去做就行了 把市政成績做出來 我覺得高雄人會看到的 是 都說要比的是有沒有績效 韓國瑜以前大家都知道 做北農的總經理 告訴你他做了4年 我們北農都知道 他是大半夜在進行調配 看果菜市場等等 問一下司綱 因為你們台北市政府 最常標榜 柯文哲有沒有幾點 7點多 就來開會 一天到晚 嗚嗚嗚 重點是開會要那麼早開 還是說績效或者是效率比較重要 我想這個政務官 特別是市長 總統 院長這種等級的 其實在做決策在開會的時候 不僅僅限於在辦公室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晚上回到家 今天有一個事情要討論 把大家找來家裡面 把大家找來會議室 來開會來討論 做出決定 第二天就下達指令就去做了 決策隨時都在做 因為責任制 他沒有下班時間 他晚上01 2點 碰到緊急事情 Call起來還是得開會去面對 我覺得不要去拘泥 在什麼幾點下班 他不是科員 你科員OK 上班打考機 8點半 馬千惠遲到 遲到2分鐘 然後這樣有什麼意義 每天坐在辦公室無所事事 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你一來 你的秘書 你7點半到 你秘書7點下來 然後你的駕駛 相關的配套人員 都要更早 但是我們現在的年代 不是在比誰的上班時間長 這個是坦白的沒有意義的 真的沒有意義 你說上班時間長 他如果在辦公室裡面 也沒有工作 也沒效率 然後事實上你的工作 搞不好一天只要花 兩個小時就辦完了 你坐在辦公室幹嘛 你是不是應該多出去走走 大家宋楚瑜不是這樣 成長的時候標榜 他都不在辦公室辦公 都不在冷氣房做決策 然後都在各地請走 他還有一個休旅車 什麼行動辦公室 我覺得現在的決策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我每天在冷氣房裡面 聽大家書面寫來報告 聽簡報 我請問你能到第一線裡面 能夠了解什麼 你很多的問題 要到第一線裡面去發掘 但我覺得韓市長 我覺得這一禮拜來 我覺得他這樣做得很好 市政該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你們愛黑就黑 黑到後來一定會很多人 覺得說這個很無聊 沒必要 沒有必要 這真的很無聊 所以我覺得 他就該做的事情把他做好 然後政論的東西 政治的東西不要去回答 然後一定有人幫他鼓勵 幫他加油 很多人幫他加油 我覺得也許 就覺得他回到崗位上來 應該給他一些支撐 應該給他一些鼓勵 因為畢竟他還是 高中市民選出來的市長 所以我覺得這種 好像每天像太監起居住 這種起居住 皇帝今天早上幾點起床 幾點睡覺 幾點用膳 我覺得這種東西 這種起居住的東西 可以把它結束 大家看這個一點意義都沒有 然後現在內閣小改組 很多以前在前一任期裡面 沒有得到一官半職的 現在都開始刷存在感 希望在下一波的 內閣改組裡面能夠蹭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 怎麼講 官場現行記 我覺得韓國瑜就是做他自己 做好市長該做的角色 我覺得民意 會給他一些公平的判斷 如果有的話 過去很多網友最喜歡酸他 苦民所苦睡到中午 人家也沒有睡到中午了好不好 人家今天清晨4點半就起床 而且就出門了 那麼所以這無聊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的是 就是說韓市長他有他的市政行程 他每天有私人拜會 有公開行程 幾點就是幾點 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你說他行程訂到個中午 不曉得他上午沒事 對 所以我們就說 一切就是回歸市政 我們給他打的是市政成績單 不過看到這樣一個新奇的 韓國瑜回歸市政之後了 其實很多網友給他的評價 也開始是正面的了 其實高雄人會看 沒有錯 坦白講 我覺得這一次選舉 或者說這幾年的選舉 我覺得我的一個感想 是說民意有時候很殘酷 但是也很可愛 就是說你看那個鐘擺 其實擺得很快 你看2016蔡英文大勝 一八大敗 然後20又起來 國民獎也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做得好 認真去做 我覺得民意或市民會給你評價 給你好的 回饋的 所以說當然這一陣子 你看為什麼很多媒體 或黑韓人士或綠營人士 要把焦點放在所謂韓市長 上班下班的時間 我簡單講 這個叫轉移焦點 你知道他不去注意 韓市長做了什麼 他只去注意說 韓市長幾點上班 他就專注在那時間 就是把轉移焦點 韓市長做得好的 比如說他去看這一些市場 他去拜訪一些獨居老人 做一些公益事業的一些探望等等 這個就被他轉移焦點 因為大家就只會把 韓市長你今天幾點上班 今天結束你的行程等等 所以坦白講 嚴格講 這都還是罷含裡面的 政治操作的一部分 簡單講就是如此 至於你說中間有很多人出來 講一些話 酸言酸語等等 剛剛我們特別講到 高雄市的前國際署長陳琼華 我在其他台跟他交手 夠非常多次 我說真的 我必須要這樣很誠懇的講 即便民進黨這一次 贏得了選舉 你獲得了勝利 但是並不代表你贏得了真理 對 就是說你現在變成怎麼樣 他們好像贏了之後 這一種囂張把握的樣子 都出來了 然後講一些是是而非 尤其把什麼陳菊 說什麼過去都是幾點上班什麼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很多例子 包含919 2010年 但他凡難比颱風 那次風災 他印象最深刻 如果陳菊市長都出來道過歉了 你那時候不是他的官員 你應該很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代表他並不是 就他講的未必完全都是事實 再來講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如果要比這個上班時間 未來所有的首長 不要說6點 凌晨2點 3點就是事務 剛才住在你那邊 不要回家好了 不要回家 剛才住在你那邊 只有標準是這樣的話 要把所有總時數加起來 誰比較長 誰就當選這樣子 我們蔡英文總統也比照 你要做一個好總統 請你乾脆凌晨3點 5點 你就到陳菊普去 我們就誇要你是好總統 是這樣子嗎 很無聊 這個例子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類別這種 過去有一個媒體人 去指控說韓市長一天只批一個 還是不到一個公文 大家記得嗎 按照這種標準 好啦 那一天給你批一千個公文 一萬個公文 請問這樣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嗎 都沒看吧 而且難道沒有 分層負責這件事嗎 是啊 所以這無聊 重點不在意你批了多少公文 不在意你到幾點起床 重點在你有沒有把這個市政做好 然後領導市政的建設往前走 把這個市政的經濟發展 讓民眾過好日子 這才是重點 剛才特別講到陳瓊華 我要補充 事實上我過去跟他同台幾次 坦白講我有一次跟他吵得很兇是什麼 他直接罵韓市長渣男 他說這個大家都可以找得到資料的 他當然渣男如果我沒記錯 可能是他第一個講 或者說早期他先講的 他意思是說韓市長落跑 然後你就是政治渣男 我的意思是說坦白講 我們每天都要評論這件事情 那總是有個限度在 你喊這個韓市長是個渣男 某種程度你是對人家的人格 或者說人生做了攻擊 如果這種標準 那我也可以罵蔡英文是婦女 她把台灣的民主搞得腐敗 對不對 她把我們的經濟搞得這麼差 那是不是婦女 可是我坦白講 我們要講這個說出口聲 我們都要思考一下 這個會不會太不理性了 這會不會罪人家做人生攻擊等等 可是他就是喊 可是基本的口德還是要有 沒有錯 我會說我們做評論 或者說我們在批評市政 政治人物或者說坦白講 接受批評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操作界線 你操作道德的那一條線 甚至是法律的那一條呈現 那我跟你講你會被反噬的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什麼叫渣男 渣男是很難聽 就廢渣 渣渣 這個是在罵人家感情不忠有沒有 然後劈腿等等 沒有必要 你就是針對公共事務 針對這個什麼 市政好話來做評論就好 結果你就有點那種 對人家的人格做抹煞 我跟你講這都是不必要的 再者你不可能是引力 或者說陳瓊華 你被人家很大的質疑是什麼 你都是高雄市府的前官員 所以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難免還是一個大問號 請問你是不是在 為了這個什麼 輸了不情願 你就是在為你的高雄市場做翻盤 等等 所以說我說真的 讓市長好好去做 我覺得當然韓市長 我在很多節目我都講過 這個階段謙卑 謙卑 再謙卑 但是這個是真的謙卑 不是民進黨那一種假謙卑 我覺得這個階段 你就是好好的回歸到市政 他在敗選的第一時間 也向高雄市民道歉了 也說他接下來最重要的 現在過年期間 很多高雄市政 他必須要去看 必須要去關心等等 你看剛才那個畫面 他到那個魚市場 我覺得他如魚得水 你有沒有覺得 很熟悉的地方 對 很熟悉的地方 他過去的北農總經理 滾到大海 沒錯 我猜他去 這是什麼魚 這是什麼貨 這是什麼菜 他都很清楚的 我覺得那個就是很自然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韓市長 都要關心市政 然後苦民所苦 然後去體驗 或說去理解 了解 這一些一般基層 民眾或工作人員的辛勞等等 把它做好 我的結論就是說 人民會直接給你回饋的 所以我相信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這個階段 市長就全力衝刺 然後把高雄市政擺為優先 把照顧人民擺為優先 我相信市民會給你很正面的評價 好 韓國瑜現在回歸市政 但是剛剛梓哲也特別提到 會被轉移焦點 因為你天天說他遲到 早退等等 或者是說遭市場嗆滾出高雄 他今天做了什麼 到魚市場去仿市 還有果菜市場 去看這些果菜蔬果的調配狀況 通通都被你這個嗆聲 給模糊焦點了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在當年凡納比颱風來襲的時候 九一九風災 那麼事後被高雄的國民黨市議員 窮追猛打 就是花媽陳菊當時 跑到哪裡了 對 在家裡睡覺 而且質詢的時候 還被問到這一題了 對 不過後來花媽她也是認了 我們一起重回當年的質詢現場 你回到關禮之後你做什麼 回到關禮之後 我說我一直都給你吃 然後我 你不是沒下車嗎 我到午宿 然後我一下子看了一下 我回到關禮之後你一直開電視 然後電視之後跟市長開 你有的事請各位要講 第一個休息請市長 跟市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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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們來看到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前高雄市的行政記 國際序長陳雄華說 你要像花媽一樣 十多年來八點鐘 一進高雄市政府市長市 就坐在最前面了 是指標 是方向 是安定原心的山 但是看到2010年 凡那比颱風的時候 市區淹水 陳菊在家睡覺 剛剛看到這個 所謂的質詢畫面 他的確坦承了 還有包括2014年 高雄氣泡的時候 陳菊請了按摩師到關底去按摩 重點不是你幾點上班吧 競品 對 其實盯著韓國瑜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在高雄市前朝的官員 尹利跟陳雄華 兩個人 一個主導罷韓 一個在不斷的去檢視韓國瑜的 各種的 不管是施政的問題 作息 上班的行程等等 然後甚至把他的前朝的老闆 拿出來造聲 說什麼只要出國去考察 在國外的郵輪上 一旦沒有靠岸 只要一靠岸 有訊號 立刻拿IPA 看高雄市政 簡報等等 諸如此類的 像不斷的在造神一般 但是剛剛看的那個畫面 讓我們也清楚的看到 真的是在造神 還是造出一個睡神 把這個陳菊 過去為什麼網友會封他為睡菊 除了在高雄市議會 接受在野黨的議員的質詢炮轟 然後坦承他是下午2點到5點 回去睡覺 然後還有找按摩師來 讓他休息一下 雖然說他都有在看電視 以後的縣市首長 就不必再被蘇貞昌在災防中心 接電話了沒 然後急點到了 是不是有可以連線了 蘇貞昌就不用這樣子 每個人在家看電視就好了 像陳菊一樣 所以到底陳琊華 我認同剛剛賓哥講的 真的是出隊友 你是舉一個典型再數席 還是點一個睡覺再數席 所以讓大家聯想起來說 原來你把這個陳菊拿出來 做一個範例 是要叫韓國瑜去學他 三不五時關鍵的時候颱風 跑去這個家裡面睡覺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韓國瑜不是被你害得更慘 而且被人家罵翻了 所以我要覺得說 今天你要用這種方式 去羞辱韓國瑜 去檢視韓國瑜 去抹黑韓國瑜 在選舉期間沒有話講 因為這是選舉的一個攻防 這是一種政治的議題 為了拿到選票 為了讓韓國瑜 討厭韓國瑜的這個選票 不斷的這個增加 你們用這種政治攻防 可是偏偏1月11號 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 已經結束了一個禮拜 現在已經這個第八天了 結果很多民眾跟我反映說 不太想看新聞 不只是這個偏藍偏綠的 什麼電視新聞都不想看 因為到處打開電視新聞 和這個報紙一翻開 都是意識形態 還在仇恨對立 我真的覺得 這樣的一個操縱罷寒 反而陳菊現在很多人 開始質疑他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 擔任總統府秘書長 如果你一向卸下公司 是不是要轉任去做 罷韓的這個總操盤手 不用這樣做 他幾乎現在就是台面下的 這個影子操盤手 因為他底下的兩大官員 一個陳琼華 一個引力 不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而且一旦罷韓在今年10月好了 總統選委不是公告說 最晚10月27號以前 要辦罷韓的投票的話 一旦被他們操縱罷韓成功的話 陳菊包括他底下的 這個陳琼華跟引力 是不是大功 立下大功 馬上回去了 到時候要補選的時候 是不是誰說了算 誰的聲音比較大聲 你從現在1月還要到10月 除了這9個月 不斷去臨辭高雄市長韓國瑜 去臨辭高雄市政府團隊之外 你未來這9個月將近1年 已經過了差不多3分之2的時間 還要讓全體的民眾 全體的國人 還有全體的高雄市民 陷入不斷的 從頭到尾選舉當中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你從永遠就是意識形態 到底是你準時上班 準時下班比較重要 還是說到底你工作的內容 你的政見 你推動的施政 如何比較重要 甚至這個陳琼華 以前很好笑 在選舉的時候 去年我記得 還拿韓國瑜什麼出國 什麼動不動就出國 然後去哪裡拜訪 還什麼春節的時候 剛開始韓國瑜不是選上 說利用春節假期 去印尼巴黎島私人度假 你拿出來講 你不去看看你以前的老闆 出國的次數是不是比韓國瑜更多 而且利用出國考察的機會 讓自己不斷的去出國外面 去度假 然後現在還變成 拿來你去說嘴說教 去教韓國瑜說 你看看 陳菊在國外搭船的時候 只要一靠岸 就可以把iPad有訊號拿出來 開始盯緊高雄的市政 我覺得真的是夠了 包括陳琼華在內 包括引力在內 所以這一些陳菊 他刻意不去約束他們 因為這是他以前 跟過他的部署 他這麼放手讓他們做 背後的政治目的招攬落街 而民進黨是有事無的 我們不會去配合 但是這個罷免 選舉罷免是公民的這個權利 我當然知道 但是當你決定說 只要剛好政府沒錢 我們也願意指引的時候 民進黨你就是把這一口底氣 放在要推動罷涵 人家講說斬草不足跟春風吹右生 這個就是說明了民進黨 政府的執政心態 我從中央到地方我要全拿 等到一旦罷涵 我不要說我主導 我讓這些側翼 就是所謂陳菊以前的人去幹 然後甚至民進黨這些民意代表 事有事無的檯面上檯面下 在那邊配合去推動 然後等他撲取成功之後 我再全部拿下來 剛剛幾位來賓說到 我都想到一個共同點 就是物極必反 這樣子操作的話 民眾會看得到 我也建議韓國瑜市長 不要去理會這些酸言酸語 不要去理會民眾在現場嗆他 什麼滾出高雄或如何如何 人在座天在看 他在努力推動的市政 回歸高雄市專心拼市政 只要他們這樣子操作過頭 我真的相信物極必反 的確 罷韓行動現在如火如荼 而且過年不打羊 要進行第二階段連署 所以韓國瑜來講 現在就是市政成績 但是他唯一的政治護身符 那麼韓國瑜也透過直播 向大家喊話 他說先暫時不要談政治了 回歸社會和諧 一起來聽 感謝大家對國瑜的關心跟支持 因為這次的選舉 一件世代跟世代之間的衝突性很大 但是我要特別拜託 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大家一定要和睦的相處 我覺得政治太熱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們應該讓經濟 教育這些來熱起來 政治選完之後 應該要回歸台灣一個祥和的社會 如果一天到晚把政治議題燒得太熱的話 我想對台灣並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對於關心韓國瑜的好朋友 請放心 韓國瑜一直很堅定 我們好好推動市政工作 這一點我們不會鬆懈 保證市民朋友 能過一個平安快樂的農曆春節 這是高雄市政府團隊 我們現在此時此刻最主要的目標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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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快要過年了 這次世代差異這麼大 韓國瑜特別喊話 在過年的時候 每個家庭要和睦相處 這個是相親相愛 這點非常重要 不然到時候爸爸媽媽跟小朋友吵架 對不對 家人團聚 政治太熱對台灣不是一件好事 但他的意志很堅定 會推好所謂的市政工作絕不鬆懈 這時候罷韓又有另外一個新的活力 苦鈴 現在又出來講 韓國瑜上任一年 高雄市負債近400億元 這不知道怎麼算了 四年任滿可能會達到1600 他這個400億都不知道怎麼算了 然後馬上推估說 四年會達到負債1600億 就乘上去就對了 對 然後說罷韓可以省下1200億 所以罷韓2億多的成本很滑的來 馬上就被高雄市的副市長 葉匡石打臉 要求苦鈴立刻公開沉浸道歉 否則提告絕不寬戴 因為包括108年的相關金額 包括了這個所謂的舉債是 14億比原本要舉債65.46億 還少了50億 是少了50億 怎麼會有所謂的負債近400億呢 我覺得韓國瑜講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選舉還滿激烈 所以造成了很多朋友跟朋友之間 可能變得因為 對 政治的事情變得對立 家人之間可能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因為年輕人可能跟父母的意見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沒必要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老實說 你們為這種東西爭執幹什麼 這些人選上是他們去當官 他們去做事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你不會多一毛錢 你不會少一毛錢 跟你生活一點相關都沒有 何必為了這種事情去生氣 我覺得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大家家人還是家人 朋友還是朋友 還是回歸和諧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為了政治的東西 去玩街 去幹嘛 我一大堆朋友 都是支持民進黨支持蔡英文的 我們還是好朋友 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這都很正常 關注彼此的意見 對 大家每一根支持不同的人 就要尊重別人的選擇 也希望別人尊重自己的選擇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到現在還要 找一些莫須有的東西 去黑韓國瑜 我就覺得很糟糕 比如說苦林大哥 苦林大哥老實講 他討厭韓國瑜 大概全世界都知道 因為他一直不斷地在罵韓國瑜 可是你要罵之前 是不是要先想想看 你到底證據在哪裡 比如說隨便講說 韓國瑜一年負債400億 這種是隨便一查 就可以查到資料的事情 你為什麼可以信口開核 然後他馬上成4年就1600了 對 你就亂搞一通 第一年欠那麼多的話 第二年會欠那麼多嗎 政治如果有這麼簡單的東西的話 幼稚園小學生都可以去當市長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不是這樣亂扯的 苦林大哥我也必須講 你已經好幾次在黑韓國瑜 黑掉一個毫無道理可言 尤其是你還去批評 韓國瑜的私生活 什麼什麼東西的 你自己不想想看 你自己的私生活是怎麼樣 你當年是怎麼從雲端摔下來 你忘記這件事情了嗎 你當年被人家批評成什麼樣 你忘記了嗎 你怎麼好意思出來批評別人 所以我必須講 人真的先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做了哪些東西 再去想想 你有沒有資格出來講這些話 苦林大哥說真的 我真的希望你趕快收回你一些 很糟糕的這些言論 然後這一個我覺得你該道歉 就應該要道歉 因為你信口開河 你的證據到底在哪裡 還是你身邊有人告訴你這件事情 如果有人告訴你這件事情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告訴你那個 告訴你的朋友 你們不要再胡說八道 不要再亂扯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 坊間一大堆人 每天在散布一些小道消息 有可能假消息 每天在胡說八道 然後這些只是賭籃 然後這些什麼 這些青綠的這些粉絲團 每天在造謠 可是 怎麼都沒有被抓去問話 從來不會有事 怎麼會有三天 他造謠 我跟你講 他們的很簡單 他每天造謠 造謠之後發覺被打臉很嚴重 偷偷把它拿掉 沒有 再換另外一題 對 再換另外一題 我再造另外一個謠 每天不斷地造謠 那都沒事 政府從來也不管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藍軍的任何一個人 只要講了 讓他們覺得不爽的東西 馬上把你下架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台灣的社會 還要進行到這樣一個地步嗎 所以拜託 我覺得奎林大哥 也算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也應該出來 為自己的講話 是不是道個歉 展現你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身為一個前輩的一個氣魄 而不要躲在那邊 當個小鬧鬧 要偷偷三文 又是死鴨子嘴硬 這都是我們最不願意 看到的事情 對 我們就說爆料 要有所本 那奎林有嗎 他有根有據嗎 他憑什麼說 韓國瑜一年負債400億 那麼當然立刻就被 副長葉匡時打臉了 就說拜託來看看好不好 這個預算是前朝編的 而且跟原先編列的預算 韓市府還省了 65.46億 對 還省了50億左右 所以失常 奎林到底有沒有根據 如果有的話 有證據就拿出來 你知道我看了這個新聞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不夠用功 高雄市一年舉債400億 我怎麼不知道 對 我們是第一次聽到的 真的 你也第一次聽到 你們知道嗎 有人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 你們都不夠用功嗎 待會我解釋一下 這個新聞過去有 但是市府有出來澄清過 對 他聽到假消息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就預算來說 也不可能今年舉債400億 明年同樣舉債400億 你四年都舉債400億 你的風 有啦 高雄里長跟我講說 他們每年清淤的預算 都一模一樣 他們說那時候陳菊 他們說陳菊那個時候 根本清淤的預算 在打混 就是地下下水道 每年的預算都一模一樣 好像只有200萬 2000萬 我忘記了 我們市議員在這邊 不可能每年一模一樣 對不對 看情況 他每年的預算是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個 然後400億剛剛講 是前朝編列 你知道現在 又跟回到選舉的時候一樣 我每天要解釋這些 有的沒有的 你如果不解釋 你承認了吧 你承認了吧 你是不是要負債1600億 我如果講以後 有 我就跟他指責會解釋 我就是根據媒體的說法幹嘛 我請問一下 媒體的說法在哪裡 那一點點的說法 你看 你只看到媒體的說法 你又看到後來 高雄市府的成績 你都沒有 然後把事成 我跟你講以後這1600億 就會在網路間流傳 大家就有一個印象 印象就是你看 這個韓國瑜去選總統 然後高雄市一年 負債400億 你在搞什麼 說不定拿去做什麼 有的沒有的 這就是那種氛圍 我跟你講 黑韓到現在 我再強調一次 政治追殺 它不會有底線 它就是沒有最糟 只有更糟 是 我們都說 黑韓黑到最後 剛剛特別講到1600億 這到底怎麼算 大家都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推估說 一年有400億 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你先 沒有 先跟大家講 我看了一下苦林他的論述 你知道他怎麼算的 你剛剛說 事實上他是根據 在2019年 這個年初的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 還是網友自己去報的 他就是說他看到資料 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2019年 事實上是有舉債的 舉債是266億 這個266億 他就覺得說 你又有266億 然後苦林又加上說 今年高雄市政府本來 預計在6月份的時候本來要 我講的是2019年 要發行公債100億 所以100億加上266例 就366 接近400億 所以他就說以400億來算 那四年就1600億 我說真的 這麼簡單的數字 我是說這麼離譜的數字 聽就覺得不合理 所以如果去爬文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高雄市政府 在2019年1月 1月他自己的成績 他說舉債266億是 還薪債 高雄市政府有成績 這是節省利息的操作方法 他意思是說 這個方式是2013年 過去高雄市政府就是這麼做的 他就借了一些新的債 然後來還舊債 舉薪還舊 對 然後這樣可以省利息 估計這樣一年可以省1億的利息 就是說他基本上 還是比照前市府的做法 以前也是這樣做的 而且是因為有3000億的利息 對 如果過去沒有欠這麼多 那他幹嘛還舉債 對不對 換言之 高雄市政府 這個新聞隨便 我都Google的到 苦林大哥會Google不到嗎 對不對 所以 苦農在苦林這裡 書上有回應 他說他Google不到 苦林大哥 你跟他講話就好 請把這個網址線給他一下 好嗎 我們這一趴很重要 苦林大哥Google系統不太一樣 這個媒體隨便Google一下 要不然我教你用關鍵字 高雄負債266億 而且我可以指責 對不起 我插話 這表示高雄市的負債 並沒有增加 他只是舉薪債還救債 而且他說 市府說用這個方式 每年節省利息1億元 是賺1億 對 苦林大哥 這個什麼 韓市長還在幫高雄市節省 省錢 結果你現在還說他要什麼 每年舉債400億 然後4年就1600億 聽就知道不合理了 我要講 剛才韓民哥講那一段 我覺得我很有感觸 因為我也跟苦林大哥之前 同台滿多次 他曾經在現場自己先道歉 我為我過去的緋聞 對 道歉 罵別人之前先道歉 對 道歉完之後 然後再痛罵韓市長 這種手法我說真的 我覺得是 過去的錯誤理憲 信犯什麼叫雙標 對 按照這個方式 韓市長是不是也道歉一次 就算了 這無聊 我要講 韓市長是在苦民所苦 苦林是在什麼 他在苦林所苦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當一個人 他如果沒有新聞的焦點 他必須要穿上存在感 趁韓 對 趁韓 他必須要避免讓自己 成為一個故 他趁我好久 選前 對 選前讓到久 他以前 苦林大哥以前真的很紅 紅過 但是坦白講 這一陣子他是靠著黑韓 又重出江湖對不對 所以某種程度就是苦林所苦 他有他苦的事情 苦林所苦 苦林所苦 他苦什麼就是怕過氣 或怕這個什麼沒有人氣 傳一下告你 怎麼這樣 他可以說他四五一千萬一的 我可以評論很重要 對 沒有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我常跟他同台 所以他就不會告你 我歡迎互相指教 對 重點就是 就不要亂黑 你要有證據 尤其我們待會也可以 審一下給苦林大哥 這個網址怎麼找的 負債的問題怎麼找 新聞連結可以審一下 現在要進廣告 我們有時間審給他 好 那麼作家苦林他說 韓國瑜一年任內就欠債400億 我們姑且不論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不過先來看看 這個當年的陳菊花媽 為什麼可以欠下3000億的債務 因為當時其實我們知道 很多高雄的重大建設 什麼衛舞芸藝術中心 什麼海洋流行 音樂文化中心 大型的建設有些人都用不到 這些完全也都是 中央權額補助的 不會算在你地方 高雄市政府身上 你自己要出 就還可以欠一大堆債 一批股債 那麼剛剛回過頭來 就有來賓就反駁了說 天啊 這個苦林的400億 原來是搞錯了 沒有 他沒有這樣說 他立刻有在這個臉書上 火線澄清反擊 說到底是誰該道歉 所以他不認為自己有措施 他在臉書上還說 這高雄市政府的一些解釋 他說這個跟400多億 也相差不遠 對 他的算數是怎麼算的 然後還說你們這樣花這個錢 去罷函的行動 就算要花8000萬 然後可能未來 可能會變成1600億的負債 花8000萬太花得來了 我覺得這個算法 我覺得我們根本不要去跟他細舊 他怎麼算 因為他的邏輯 就是要幫你導引去 怎麼去算這些 這些稽稽固固的事情 然後就會跟錢草比弄來弄去 但是他這樣做法是在帶風向 是在帶風向 因為他要跟整個罷函的這個節奏 這個政治動作 把它連接在一起 因為現在很多的高雄市民的朋友 突然有種想法說 我們難道需要高雄市 這樣一字不斷的 這樣搞政治搞下去嗎 你說現在這些罷函行動 從去年2月就開始了 已經轉眼快1年了 然後如果真的要進入投票 未來還要再經過半年左右的時間 大概10月左右 最快也要大概9月 8月底9月 高雄市民很辛苦 大概有替高雄市民想像過 沒有 反正你們這個政治 兩邊鬧政治 像古林 隱利 他們這些在旁邊敲羅打鼓的人 可以中間獲取很多政治利益 很多的媒體光環 通告費也賺飽飽 對 通告費也賺飽飽 然後萬一有機會 班士回答的時候 該拿標案的 繼續還可以拿標案 有戰功 所以我像古林大哥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坦白講 如果我們去跳入這個邏矩 跟他去算錢 我們就輸他了 我們就跟他太認真了 太認真就輸了 他就是他這個過年期間 他怕罷函的行動冷卻 因為大家從明天開始 就很多公司行好就陸陸續續休息 然後這個很 大家準備出去 回家過年 或其他的出遊計畫 罷函行動在這個邊 他沒有著力點 他新聞點整個就被交習了 所以他一定要每次要找出一些 莫名其妙 似是而非的點 來提醒高雄市民說 這個韓國瑜來的時候很花錢 韓國瑜都沒有按時上班 韓國瑜到哪裡 有人叫他嗆瞎 可是韓國瑜到那邊的時候 很多人把他鼓掌 加油打氣 都不會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要把韓搬倒的一個 產業鏈的一環 我也特別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前兩天 不是新聞說陳菊要辭職嗎 後來又被否認 被否認 陳菊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辭職 跟罷函行動有沒有關係 沒有 他說不要拉低他的格局 不要拉低格局 但是現在很多的 他的這些以前的顧生 顧舊 都卻是 跳出來 卻是罷函主力 是 高雄市那些 蔡總統說 我們的民意代表 立委 議員都不涉入 但很多的物資都是他們在提供 所以這些的罷函裡面 像苦林也是在旁邊做一個 側翼 在媒體 做這些側翼 敲邊鼓 然後說幫高雄市民找公道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帶風向 我覺得是用帶風向的行動 我覺得葉光石回應得很快很好 就去年高雄市政府 在面對這種剛開始在帶風向 在黑韓 在黑高雄市政府之後 我覺得剛開始的反應都有點慢 我覺得有點慢 就像這個雞飛城市 就變成一個輿論的一個走向 就變成說好像大家覺得 四肆而非 韓國瑜好像真的這樣 就拉不回來 那個軸線就偏走了 就變成說回來就很辛苦 韓國瑜做100件好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沒有做到100分 就被黑成 你做的事情都變0分 所以我覺得 高雄市政府在這邊 我覺得也不要問良公姐這樣 面對苦林的 我覺得該告就告 該告就告 這個麻出一些數據去混淆視聽 然後讓這個市政 在一種惡意的謊言中 沒有辦法推動 這類的朋友 這類的媒體人 該告就告 不要手軟 是 我們都說好 這是是而非的事情 的確是有必要來澄清 尤其這個所謂的 省下1200億 四年負債1600億 這個就被打臉 這不知道怎麼算出來的 尤其這也被視為說 所謂的罷韓當中的一個側翼 為什麼這樣 包括了引力也是 罷韓第二階段 要在什麼時候 等一下 引力就是主力了 這個是所謂的花媽的子弟兵 現在是罷韓主力 大年初五 1月29要啟動 力拚30天內取得 30萬份的連署書 而且現在所有的罷韓都說 是因為韓國瑜落跑 選總統我們才要罷免 是這樣嗎 真的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時間軸好了 3月24日 Vcare等高雄團體發起罷韓 那個時候韓國瑜怎麼樣 上任才3個月左右 因為他12月25號 11月多當選 但是12月20幾號才就職 3月多代表才3個多月而已 5月17的時候 高雄市長韓國瑜接受專訪 被徵詢就我們的專訪 他說總統初選回答Yes I do 5月17才說要來選總統 願意如果選民支持的話 他yes I do 3月就開始罷韓了 你怎麼會邏輯說 因為韓國瑜落跑 那時候他根本還沒有說 是3月就預知韓國瑜 這個要來請假 要來選總統了嗎 靖平 這個他們會不會太牽強 這個就是政治針對性太過強烈 而且政治理由 真的就像剛剛佳妤你講 非常的牽強 除了這個時間點都不容易 可是他們現在上下口徑一致 都說我要罷免你是因為你要落跑 他以為我們Google不到嗎 他以為我們像苦林一樣Google不到 這個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隨便用口塑精 他們要想什麼 隨便找一個理由 去美化他們 合理化他們這個 所謂的罷韓行動或怎麼樣 都是他們在說都可以 就像上面的會說 這個是尊重公民權的 自主的權利 跟他們沒關 對 跟他們無關 也不是民進黨推動 根本沒有民進黨的人參與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 高雄人其實也有不少人 看得都很清楚 我自己的朋友同學在高雄 也都看過他們自己 在高雄的民意代表 在那些立委的競選總部開會 在高雄民進黨籍的里長那邊開會 還說跟民進黨無關 然後又說跟韓國瑜 繞跑不專心市政 跑去選總統 有很大的關係 但問題是在11月24號 2018年前年 當時選舉結束之後 我們剛剛看到 給觀眾看到的是說 3月Weekill就宣布要成立 罷韓的這個運動 甚至他們說在1月份的時候 就運作了 在1月份 在高雄地方 幾乎就是韓國瑜一上台 你就開始要罷韓 他們一丟掉高雄就開始 韓國瑜一勝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11月24號贏了 然後12月25號正式就職 幾乎在12月下旬跟去年的1月份 2月就密集的在開會運作 然後在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里長 高雄市的民進黨里長跟市議員 還有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彼此這樣子換了這個地點 好幾次開會 然後就開始密切的聯繫 然後不斷的開始運作之後 3月宣布正式成立 你以為說3月我們今天要罷韓 馬上就說馬上就宣布推動罷韓 一定要前面的部署一段時間 而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知道說 他們根本是針對韓國瑜來的 根本是輸不起 而這樣的一個狀況也會造成 1月11號的大選持續的延續 高雄市民還要活在 兩年 三年的選舉當中嗎 是 這個到時候 霸來霸去 我告訴你這一整年也就都過了 我們這個現在是1月 到10月的時候 這個新的市場又要出來了 如果真的過的話 高雄市還要被淋遲多久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